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彩艺制度 或者我们叫做领主附庸制度 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来回到军事封建主义这个命题上来 军事封建主义它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一个后果就是说它是一种私人关系 它不是一种公共的关系 它是建立在我给你一块土地 一块彩艺 你为我服兵役这样一个私人关系上的 我们知道在法兰克皇国里面有个公乡 这个人叫查理马特 是他第一次推举了财艺制改革 他为什么要改革呢 就是把以前分封土地是没有报仇的 就是我给你土地无偿分封的 它改成有偿分封 给你一块彩艺 是为了你帮我打仗 那么这很明显就是为了一种军事的需要 那么这种制度发展以后 就出现了财艺制度 领主附庸制度 庄园制度 隆楼制度 等等一系列 很明显具有西方特征的那么一种封建制度 那么军事封建主义呢 它也是社会经济薄弱的一个产物 那个热曼人入侵和罗马帝国毁灭 它使得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国家没钱 没钱也要应付打仗 那怎么办呢 就是给你一块土地了 所以呢 假如那个国家呢 是管理得很好 它自己也很富裕 就不会用这种比较落后的手段 来换取那个战争的义务 所以我们从军事封建主义的 那样一种情况来看呢 它的那个生产领域呢 是渗透着这种种军事关系的 在庄严制度 隆楼制度和领主制度下呢 那个军事领主呢 它是负责军事 司法和行政 我们一直觉得西方的庄严制度啊 它呢 那个生产效率很低 那么为什么生产效率很低还不废除呢 主要就是带有一定的军事性 有点像屯田 所以西方的那样一些领主呢 他们不准龙奴随便流动 目的也是为了战争需要 准确的说呢 西方那种制度呢 谈不上什么封建制度 应该说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屯田制度 它与军队的结养和人员补充呢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在这样一种军事制度下呢 我们就出现了封建财产这个概念 那个封建财产呢 它产权不明确 产权不明确 你不知道那块土地是谁的 在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呢 你当然也就没有办法 人家对它进行投资 那么在那个中世纪呢 你要对那块土地进行水利 先修水利啊 进行投资啊 那你要首先明确那块土地是谁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由于产权不明确 缺乏扩大再生产的 必要的资金 也不进行投资 所以呢 对于农业生产呢 它的那个效率是不高的 产量是低的 那么所以我们就说呢 造成欧洲出现军事封建主义 这种原因呢 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首先第一 就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我们说呢 在中国呢 我们总是说统一称为新 把不同意称为乱 对吧 新乱 那么在西方呢 实际上热曼民族 它那个 入住欧洲以后呢 它基本上就是 按照部落的习惯 把它分离为各个城邦 所以呢 它是那个 统一不起来 第二个造成军事封建主义 原因很简单 就是经济上缺乏必要的支持 结果只好用私人关系 来维持一支军队 第三个情况 这样一种制度呢 是由于缺乏文化上的凝聚力造成的 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 以鲁穴为纽带 形成了一种世俗的 现实的 那个民族凝聚力 鲁家文化我们说 又是平民文化 它有一种民族向心力 那么在欧洲呢 它是一种强制的军事的纽带 把它联系在一起 它不是靠文化 不是靠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 所以西方呢 在那个文化上的联系呢 是比较缺乏的 第四个情况呢 就是军事封建主义呢 它的出现 也是严重的阻碍了 那么国家呢 来履行它的公共职能 那么回到那个 军事封建主义的核心来看呢 其实这种制度呢 可以把它叫做 领主附庸制度 这样一种制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呢 它也是一种利益交换 也就是它是建立在一种财产 和军事服务 那个相交换的一种形式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们要举行一个仪式 一般来说呢 那个接受采衣的人 要跪在领主面前 那么举行一个叫做 那个臣服礼 或者叫做采衣的授授礼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仪式呢 领主和服务呢 就结成一种 互相依附的关系 这种领主附庸制度的实质呢 就是在最初的时候 是土地和宾域之间的交换 但是你举行那个臣服礼的时候呢 一般需要那个附庸呢 要亲自跪在 给他土地的领主面前 然后呢 要把两手交叉 然后呢 要宣誓 宣誓呢 要说这么一句话 我历史效忠和依附于你 正如一个普人 效忠于主人 那么受制礼呢 主要是领主方面的行为 然后领主怎么办呢 领主就交给附庸 一面旗字 一根手杖和一张契约书 或者其他的标志 表示呢 给附庸的财产呢 是给他了 然后呢 要在各方面呢 要保护他的附庸 那么通过上述的仪式呢 那个附庸呢 就从领主那里 得到了一块财义 这块财义就是领主 分封给他的土地 同时他必须 为了这块土地呢 扶兵御 履行各种各样的义务 那有些什么义务呢 这个也就是说呢 这个土地给他是有条件的 如果你不能履行义务呢 那么你这个土地还要收回 那么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呢 履行很多义务了 那么第一 我们说呢 主要是三项义务 第一是效忠 即那个 你是个附庸 或者你叫封城 你不能做危害 你的领主的事情 包括不得损缩 你的封军 你的领主的肢体 不得泄露他的秘密 不得出卖他的城堡 以及呢 危害他的安全等 这就是你要效忠 第二个义务呢 叫做帮助 这也就是一个 附庸最重要的义务 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呢 附庸有义务向领主 交纳协助金 比如说领主被敌人俘虏了 那么就要有 交一笔赎金 那笔赎金呢 应该由附庸来出 还有领主的那个儿子 女儿结婚的时候 那么你要帮 如果女儿 长女结婚的时候呢 那个附庸要帮领主呢 来自办嫁装 在领主的儿子受职为歧视 封封歧视的时候呢 那或者参加十字军的时候呢 你这个附庸呢 也要交纳一笔钱 如果那个附庸不履行 对于领主的这些义务呢 那就被视为不忠诚 领主呢 有理由夺回他的才艺 反之如果他非常忠诚于领主 那领主呢 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的人 对他进行保护 第三项义务呢 就是他有劝告领主的义务 封城呢 有义务出席领主召开的各种会议 他呢 要提出各种意见 来帮助那个领主 这种会议呢 兼具那个领主法庭 和封建主之间的 仪式会议的性质 审理的案件呢 主要就是调解封城之间 或者封城与封军之间 发生的各种纠纷 那么这样一种领主附庸制呢 从我们的情况来看呢 它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权力交换 或者义务交换 由于它是军事性质的制度呢 它往往就导致了战争 这种战争呢 我们说不是为国家而战 而是为私人而战 所以我们称 领主与领主之间的战争呢 叫做封建战争 或者我们叫做施战 这种施战呢 就是因为没有完善的国家制度 贵族之间的纠纷 它往往就要靠战争来解决 所以当时的大小贵族啊 经常进行各种战争 他们的兵器呢 主要一种短刀 剑 还有呢 那个用木枪上面包着铁皮的那种木枪 那么每个贵族呢 都有自己的武器 马匹 盔甲 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没有 那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歧视 战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 扩大自己的领主的势力范围 一个大贵族进行战争 也许是为了得到更大的领地 一个城市 也许为了摆脱自己的领主 而同领主进行战争 一位君主国王 也通过战争呢 希望把自己的领地呢 连成一片 因而呢 来迫使其他的贵族呢 臣服于他 总之呢 各地为政 各地为王 导致呢 就各种各样的战争呢 很普遍 那么这种战争呢 规模不是很大 通常都是小规模的私斗 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呢 却非常普遍 各地都为了争夺 而进行战争 这样呢 封建制度呢 它原本就不是一种正常的 维持持续的制度 由于施战的普遍 结果呢 它就是危害不小 常常成为发展工商业 那个进行通商 等严重的障碍 对工商业发展 和人民的生活安宁 都造成了直接的危害 那么这样呢 又引起了一个概念 就是那个 骑士是打仗的 因为当时主要是骑兵啊 骑兵呢 发展为最有威慑力量的兵种 骑兵呢 最重要的是重骑兵 它是武装大牙齿的 所以呢 这在欧洲军队里呢 有着那个 当支配地位的角色 那么封建贵族之所以 要受训练呢 也主要是因为 他们要习惯于马上打仗 一般来说嘛 一个骑士呢 幽年就要学习 如何打仗 有的高级贵族呢 也学一些文化 但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呢 还是进行战争 中世纪那个骑士们 过的就是军事生活 有一部史诗啊 它叫做 贝奥沃夫 贝奥沃夫里面呢 有文学性的描写 这部史诗呢 是成语公元八世纪 它就被余味啊 描写西方骑士文学的 经典之作 却是很优质的 很简单的一部作品 故事描写呢 丹麦有个国王 他的宫殿呢 被一位叫做 哥伦德的半 哥伦德的半人半寿的人 占据了 12年 那么那个 那么那个国王呢 就很生气 国王和他的武士呢 居然不能组织 那个半人半寿的 哥伦德的功绩 只得逃离城堡 最后 瑞典国王的一位亲戚 年轻勇敢的武士 贝尔沃特呢 知道了这件事 贝尔沃特呢 于是就衰领了 他14个卫士 渡海来到了丹麦 那么经过激战 终于打败了 那个半人半寿的 哥伦德 大麦国王 名字叫做 赫鲁斯加和皇后 威尔沙 为勇敢的 骑士呢 举行了 那个盛大的宴会 庆祝胜利 这个时候呢 哥伦德的母亲 来到了宴会 就是那个半人半寿的母亲 来到了宴会 为死去的儿子报仇 他带走了 国王的一个 最亲近的打成 于是呢 战争又起啊 那个贝尔沃夫呢 又一次打败了 半人半寿 哥伦德的母亲 于是国王又举行了 更加隆重的宴会 来宴请他 那么最后呢 贝尔沃夫呢 就带着圣礼的喜悦 和丹麦国王 送给他的丰盛的礼物 回到了他的故乡内典 所以那个贝尔沃夫呢 最后成为 济特也就是瑞典一个部落的国王 他统治那个叫济特的皇国呢 整整五十年 当他的国家遭到巨龙的攻击的时候呢 贝尔沃夫呢 不顾自己年迈体弱 又一次挺身而出保卫主国 在同巨人的激烈战斗中 那个贝尔沃夫受伤了 他的伙伴呢 也只剩下一个人 最后呢 还是获得胜利 但是由于双世过重呢 就会牺牲了 所以这样一个 贝尔沃特的故事呢 富有古代热曼 那个古典和基督教的传统 所以叫做英雄史诗 它里面主要讲的是一个 歧视为战争 而牺牲的故事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 我们大概也就明白了 什么叫做一种什么 一种领主附庸制度 但是这个领主附庸制度上呢 还有着很多依附于上面的权利 那种权利呢 实际上是依附在那个领主附庸制度上的 一种权利叫行政权利 也就是说地方上的行政要你来管 还有一种权利叫司法权利 那你可以根据一些法律来进行裁判 那么所以呢 那个控制一方的那个领主呢 他实际上就是当地的最高的首长 因为在当时呢 中央既然管不到地方 那么你只有靠自己来管 那么贵族管理自己的那个行政的办公的地方呢 就是自己的家里 所以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家里呢 来解决贵族之间的纠纷 贵族在行政管理和司法管理上呢 那个水平是很低的 但是他们主要是凭借着自己的领主身份 来进行管理 所以我们说呢 没有身份他们什么也不是 我们说他们主要是一种身份性的地主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 如果你的法庭 你的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只有靠战争来解决问题 当然你也有一种可能 你就上告到你的上级的领主那里 让他们来做中裁 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 当时有几种办法来解决纠 一种就打仗 一种自己的法庭 还有一种把贵族招来 大家携双 还有一种就上告 给自己的领主 让他们来进行中产 但是我们又知道 封建时代的法律是非常混乱的 比如说教会有教会的法律 那个一个领主有领主的法律 贵族有贵族的法律 封建企业 还有领主法庭 所以这些各自分散的 各自威证的司法机构呢 它是负向影响负向渗透的 法庭之间呢 就凝聚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系 这样呢 我们说欧洲的法庭啊 它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效率非常低下 一个重大的案件 往往有许多法庭上 去进行不同的听证 一小大案减入土地纠纷 也往往经过几个法庭的审理 那些法官呢 其实也不行 他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 按照自己的性质 就这么随便的判 如果自己不能确定 有时会去请教一些 有学问的胜率 那么因为在乡村呢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 贵族的那个司法呢 它呢实际上不那么公正 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呢 还出现过神判法 神判法呢就是靠老天来判决 神判法是很不公正的 比如说有个人说他偷东西了 那么就把一个人的手放到油过里去抓 如果那个手后来好了 那证明他没有头 或者把一个人验到河里去 那么验几分钟再把它提上来 如果他死了证明他有罪 如果他没死 那么就证明他是无罪的 这样一种呢 实际上呢是非常不负责的 叫做神判法 那也是当时司法落后的一种表现 所以我们说 中世纪的贵族的司法呢 是不正规的 不是像现代那样 具有很多法律条款 贵族总是说自己学过法律 其实他们是不懂法律的 那么他凭借自己的权威 来进行司法审理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使我们深深感到它的落后性 再接下来呢 我们谈另一个制度 另一个制度 我们大家比较明确 这叫做庄园制度 庄园制度 庄园制度也是依附于 那个彩艺制度之下的 也是封建关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那么庄园呢 就是一个个村庄 一个个村庄 那么尽管呢 那个贵族一般住在农村 但是贵族不是农民 贵族往往是住在农村的城堡里 那么在城堡周围呢 有些村庄 这些村庄呢 被划分为一个一个庄园 庄园是什么呢 庄园就是村庄 但是那个村庄呢 却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村庄 领主控制下的庄园呢 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治单位 庄园的土地 所有权是不明确的 农民认为土地 是属于这个乡村自己的 因为乡村里的土地呢 确实属于村庄所有的 但是领主也觉得 这个土地是我的 我给你们来种地 所以的产权应该属于我的 所以这里就出现一个 使用权和财产去分割的 这样一种状况 这一块呢 就是一块呢 是出租的土地 和给领主生活的分地 一块是自主地 自营地 那么那个在自营地上呢 是需要农奴 来为他进行工作的 农奴牢役 是在各地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为美心局工作三天 农民还要向领主呢 缴纳各种农产品 有时还要为领主 干计划外的杂役 在领主的长女结婚 儿子分封其事的时候呢 农民都要送礼 有时领主打仗的时候 农民也要跟着领主 出去打仗 或者做他的仆人 那么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在一块土地上 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领主的自营地 另外呢 给农奴的分地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种博学呢 主要是利益博学 也就是要农奴呢 在领主的自营地上呢 来进行耕种 付劳役 张元中呢 那个农民呢 仍然是一个村委单位 一般一个村呢 住上十几户人家 小的村 大的村庄呢 有上百户人家 在这样一个庄园里呢 推行的是两地制度 即把耕地呢 一分为二 一部分耕种 另一部分呢 修耕 修耕的目的是 以养那个地利 在气候温润 土地肥厚的地方呢 却采取了三地制 但是把土地分成三份 耕种其中的两份 让另外的一份呢 修耕 以养肥利 土地呢 常常被耕为 狭藏的调形 那么一家的农民呢 能耕种几条这样的长田 可耕地中呢 含有教堂神父的 公结地 公养地 那么那个公养地里面的收入呢 就是归教会所有的 有的地方呢 还存在一些领主的自主地 以农楼为耕种者 各地的牲口呢 常常在修耕地 和荒地中来放羊 或者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呢 放羊深口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个贵族住的地方呢 离乡村呢 是相隔一定的距离 如果那个贵族呢 仅仅是个骑士 那么他的房子 往往只是一间大屋子 那个大屋子呢 用作一个起居室 饭厅 厨房和卧室 如果他是个大贵族呢 那他可能拥有许多庄园 他住在城堡里 或许还有一座石头建造的 建在山上 或者高地上的城堡 所以城堡呢 不是每个骑士都有的 城堡是大贵族才有的 那些城堡呢 他旁边还有水沟 还有山丘 那么这样呢 可以利用地理环境呢 提供保护 庄严经济的特点呢 就是他的自给自主性 庄严经济的基本特征呢 有个科学历史学家呢 叫贝尔纳 贝尔纳呢 就归纳得很好 贝尔纳这么说 庄严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的经济基础是土地 封建制度的标志 是他靠当地农业生产 这种生产品 大多呢 就是就地消费调的 这种自然经济 又依靠了分散的手工业 他的经济命脉 也是靠什么 靠农业生产 一个靠分散的手工业 封建经济的经济单位呢 就是农村 在农村里呢 男女属诗人 而且他们大多都是亲戚 他们分摊土地 而进行工作 共同占有大多数东西 那么在情感上呢 有时甚至在血统上呢 他们还没有远离 那个亲戚集团 他们进行简单的 跟轮动法 在北方 通常把土地分成三部分 即个别的狭场 在调地 还有树林 还有牧场 加在农民之上的 就是贵族等级集团 或者就是施主领主 或者是主教 修道院长 或者是诸后 或者是国王 以及名誉最高的皇帝和教皇 一个领主呢 可以拥有呢 一个或者比较多的几个乡村 或者呢 它的领地可以分在好几处 正是封建制度下的 那种当差的义务呢 也就是说呢 它具有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呢 它在后面呢 知识的农民呢 被迫的去劳动 这样呢 才区别了封建主义的剥削 和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制 资本主义农产 它是付工资的 而那个封建主义的庄园 它是靠超经济的强制 逼迫农奴 为领主的自营地去劳动的 那个农民虽然呢 有稳定的自己的分地 但是他们身上加上了 以上的义务 这就区别了封建博学 和古典时代 把人当畜生的奴隶制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 就是农奴既不是奴隶 因为他们并不是像畜生一样 进行劳动的 但是他们也不是雇佣功能 所以呢 农奴呢 实际上处在奴隶 和那个雇佣功能之间的 一个中世纪的劳动者 那么贵族呢 就从庄园中 得到他所需要的物品 庄园里面呢 就体现了一种剥削的关系 主要是最典型的 就是劳逸地租的剥削方式 那个领主的自营地呢 主要就是由农奴 和扶劳逸的农民来耕种的 封建主呢 还派管家来监夺农奴耳耳耕种 并且在庄园中呢 修建仓库 那么自营地带收入呢 全部是归领主的 农奴靠耕种自己的分地 来维护维持生活 农奴的分地的所有权 也是归领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